那么这里是个推论 这个不要 不要属于AB 就是在这个F1撇A和F1撇B 你直接一定可以找到一个X0 使得它倒数就等于ET 这名单分两步 第一种情况 如果F1撇A就等于F1撇B 那么当然ETA在它们中间 也就跟它们相等 对吧 那么X0就等于A或者B OK 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比如说 F1撇A大于F1撇B 那么ETA属于F1撇B F1撇A之间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说 我们可以构造一个函数 Fx等于小Fx减掉ETAX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它的导数 F1撇X就等于F1撇X 小F1撇减掉ETA 那么F1撇A就应该是大于0 F1撇B就应该是小于0 对吧 那么用一下前面的引领 原来前面的引领就存在一个 X0所于AB 使得F1撇X0是等于0 也就是说F1撇X0是等于ETA 这是F1撇A大于F1撇B的情况 第三种情况 F1撇A小于F1撇B 这是同理 跟刚才一样 这个做法就跟我们前面讲的戒指定理 这个证明也有点像 反正减掉个东西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导数不要求连续 但是它也满足戒指定理 对吧 就这意思 那么既然导数满足戒指定理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导数不连续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来考虑一下导数的不连续 就是导数的间断 这就从戒指定理来看 首先第一个 它满足戒指定理 所以导数的间断 不可能是第一类间断点 首先第一 不是第一类间断点 所谓第一类间断点 就是说左右级线中 至少有一个和 fx0不等 对吧 这才为第一类间断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x 这个就是f1x 那么我们比如说 我们就看一个右级线 和f1x0不等 这一点是 f1x0 假如是个右级线 可能不等 f1x的右级线 可能不等 第一类间断点 就是左右级线都有 对吧 那么不等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一定 我们这次右级线 不等 假如说比它高 那么一定说 在某一个delta的领域里面 大家想想 delta的领域里面 这个右级线 比如说 这一点就是f1x0震 所有的点 跟f1x0震 直接差某个很小的y 对吧 而它们之间 有某个y的一个差 换个颜色看看 就是说导数是在这个范围里 和它这个极限值 你差一个小小的东西 而这个极限和它有某个x种的差 这个是第一类间断 对不 那么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在x0到x0加delta之间 假如是第一类间断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一段就不满足介质定律 为什么呢 在x0到x0加delta之间 就没有一个x和这边中间的直向对应 对吧 介质定律就不满足 所以第一个大家想一想 第一类间断点不可能 因为有假如是第一类间断点 这个介质定律不满足 在这个x0的某个零一种不满足 如果是第二类 第二类间断点 所以它只可能是第二类间断点 第二类间断点一定是一种什么呢 我们称为是摆动的 所谓摆动的 摆动的第二类间断点 摆动第二类间断点 就像这种情况下 早说一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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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一种摆动的情况 大家想一想 如果它不是摆动 会怎么样 如果非摆动 如果这个间断点 不是一个摆动的间断点 不是摆动的 就意味它是单调的 那么单调的话 非摆动就是单调 就是F1P 在x0的领域里面是单调的 在某个领域中是单调的 某个领域中是单调的 就意味的是什么 它左右极限是有的 但因为我们说了它第二类间断点 所以它左右极限定是什么 无穷 对吧 如果是单调的话就推出什么呢 F1Px 如果是单调上升的话 那么它就是趋正无穷 它不是有限值 有限值是第一类间断 对吧 如果F1Px 是单调下降 那么它就趋负无穷 那么这两种情况下也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大家也可以显想看 假如我们看了趋正无穷的情况下 趋正无穷 这点是 比如说这点是Fx1P0的值 在它的某个领域里面 在某个delta领域里面 x0到x0加delta的时候 它是趋正无穷的 它可以任意的大 是吧 就是Fx1Px可以任意的大 对它趋正无穷 它任意的大的话 也就意味着这里面有一部分值 要比它大于某个什么 至少大于某个M 大于某个M 所以在x0到x0加delta这个范围内 它也不可能满足什么 介质这个关系 对不对 有比较大的这个M 这个介质的条件不成立的 结论不成立的 所以 它的第二类间断点 也不可能出现这种单料的情况 所以第二类间断点 一定是这种摆动的第二类间断点 所以大家记得 就是说导数的间断 一定是摆动的第二类间断点 这个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 W0里的这个戒指的这个条件得出来了 还有这个戒指的这种 这个戒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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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大家好 下面还有一个特征也很重要 如果F在AB上可导 且F1PX不得0 我们可以推出FX是一个单调 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讲那个反函数的单调性 讲反函数的导数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事情 反函数的导数的时候 我们说是F1PX不得0 同时FX要严格单调 这样有反函数 我们说了 那个严格单调是多余的 记得吧 为什么呢 严格单调 通过导数不等0 就可以推出了严格单调 下面我们就来证明一下这个事 这个还是用了答复定理 证明 如果FX非严格单调 它不是严格单调 那么就存在X1X2X3这三点 比如说X1小于X3 我至少可以找到这个三点 使得什么呢 FX3减掉FX2 FX2减掉FX1小于等于0 对吧 如果非严格单调一定有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这两个东西我们用一下什么呢 用一下拉格朗的中式定理 那么就一定存在 X1属于X1和X2 X2属于X2和X3 这两个减就相当于什么 F1减X2乘于X3减X2 对吧 这个就是什么呢 F1减X1乘于X2减X1 所以你把X2减X1和X3减X2再约掉 就一定存在X1和X2使得什么 F1减X1乘于F1减X2是等于0的 对吧 那么就出现两种情况 这个是小于等于0 小于等于0那就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等于0 等于0是什么 Kz1和Kz2里面自好有一个为0的 所以Kz1或Kz2 F1减Kz1或F1减Kz2 F1减Kz1等于0 这个呢可能矛盾 第二种情况是严格的小于0 严格的小于0就是什么呢 F1减Kz1 F1减Kz2 所以小于0 那么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W引力就存在一个Kz是吧 那么就存在一个Kz 属于Kz1 Kz2 使得F1减Kz1等于0 所以这两种情况 大家可以看看 都推出什么 都跟这个矛盾 是吧 所以它只可能是什么 严格单调的 所以我们前面说了 F1减Kz1等于0 不等于0就可以了 严格单调这个完全是多余的 所以严格单调已经不要了 就在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定理里面 可以拉掉了 好 下面呢 我们还回到极致上去 极致的充分了解 F呢 如果在这个x0 在delta这个领域上 连续 F1减X 在这个领域上 存在 这点不是在单点存在 在整个领域上存在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 有限增量的一个东西来看 曲心领域上 F1减X 乘以X减掉X0 如果这小于0 那么F X0为严格极大比 如果F1减掉X0 如果F1减掉X0 大于0 Fx0是严格的迹象 这点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没有要求 在X0处刻导 在这个曲心领域上存在就行的 在X0处甚至可以 不要求它导处存在 那么画个图 你比如说看第一种情况 X Fx 我们看X0 它和它相成是小于0的 也就是说 X如果小于X0的时候 F1减就应该怎么 大于0 对吧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呢 反过来 打X减X0是大于0的时候 它应该是小于0 这是F1减 大于0 这是F1减 小于0 第二种情况呢 反过来 XY 这是X0 这是F1减 小于0 这是F1减 大于0 所以证明呢 也是这样 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但是大家记得 不要求在X0处刻导 但是必须要求它 在Z点连续 不连续不行 不连续的话 你会出现什么问题 你比如说 这种情况 这是不连续的时候 不连续的时候呢 你可能出现这样 X0处的值在这里 X0 有个间断点 虽然导数都是这样的 对吧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 Z点它就不是一个极大值点 因为在旁边 淋雨里面有些比较大的 这个呢 也一样 假如不连续的话 就会出现这样 这个X0 画得不好 在X0 但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连续性必须要有 那么证明呢 也很容易 刚才我们图上 已经看到了 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当X小于等于X0的时候 Fx大于0 那么Fx小于X0 是个严格单调底增的 是严格的 第二个 X大于X0的时候 Fx小于0 这个Fx是严格单调底增的 这就说明什么呢 在X小于X0的时候 所有的值都要比X0来得小 Fx0小 X大于X0的时候 所有的值也比Fx0来得小 但是就只要求 这里是连续的 对吧 你如果不连续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吧 然后再用连续性 由这个F 在X0连续 我们可以推出 Fx0是 最大值 因为连续 它就等于它的左右极限 对吧 那么 这个不是R R是通理的 关系绩构值 严格的绩构值 也是这样证明的 所以连续性很重要 连续性才能保证 左右极限跟它相等 那么 在一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可以用二级的导数 来判断它的 这个 极大和极小 这也是个通风条件 好 好 好 我 WHO 这 又 他们 第一个它可导 第二个呢 一阶导数为0 一阶导数为0呢 我们说它是极值的一个必要条件 而不是从分条件 对吧 光一阶导数为0 未必是一个极值 我们前面说过 但是呢 它的二阶导数存在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二阶导数来做一个判断 第一个 如果在这一点 它的二阶导数是小于0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推出 fx0是个严格的极大值 第二个 f它的二阶导数在x0是大于0的话 我们就可以推出 fx0是个严格的极小值 好 下面我们证明 证明呢 只要证明1就行了 2完全是对称的 证明1 那么我们就看它的二阶导数怎么定义的 二阶导数是f2倍x0等于什么呢 x去x0的时候 x减掉x0 f1倍x减掉f1倍x0 这个极限呢 严格小于0 严格小于0就意味着什么呢 在某个领域中 函数本身是严格小于0 对吧 利用一下极限不等式就知道了 也就是说 存在一个领域 x0的领域 u x0 delta 所以所有的x属于这个领域的时候 这项就应该是严格小于0 就是f1倍x减掉f1倍x0 x减掉x0 是严格小于0 对吧 严格小于0 那么我们知道 f1倍x0是怎么 等于0的 条件里面它等于0 所以呢 这个拿掉 也就是说 它是严格小于0 然后呢 乘以一个x减掉x0的平方 这个符号不变号 对吧 那么就由什么呢 f1倍x减掉x0 严格小于0 可以推出这样 关于是 那么 由它是严格小于0的话 我们回到前面这个结论 前面这个结论就是说 f1倍x乘以x减x0小于0 严格小于0就说明什么呢 fx是一个严格的极大值 对吧 所以推出 fx是严格极大值 那么第二个真名单完全是类似的 二呢 就同理 如果二节导数是严格大于0 那就是严格的极小值 这里大家就提供了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二节导数来判断一下机制的情况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个定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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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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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4 5 5 6 7 8 8 这里前面我们讲了一堆东西 都是关于极值的 那么前面我们也说了 极值跟最大值最小值之间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因为最大值最小值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极值是一个局部的东西 但在某些情况下 它们两者也是有联系的 比如说最大值最小值 如果发生在区间内部 它就是极值 那么这里我们来看一看 假如 第一个X0是唯一的零界点 而且二届导书如果是大于零 大于零的话 那么它就是一个最小值 如果是小于零 它就是个最大值 就说明这个时候 它不仅仅是个极值 而且还是一个最值 那么最值就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 那么整体性的概念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有限增量的角度 来看看它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证明一下 第一个 有这个公式 我们就看一吧 首先如果它是这个 它是一个大于零的话 大家先看 大于零的话 二届导书大于零 它是个极大值 叫极小值 对吧 就没问题 第一个它是极小值 Fx0是个极小值 没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在它的领域里面 它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值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前面说了 x0是唯一的零界点 什么意思 Fx0等于零 其他的点不等于零 其他的点不等于零 就是x小于x0的时候 F1px不等于零 x大于x0的时候 F1px也是不等于零 如果它不等于零的话 它就应该是什么 严格单调的 对吧 所以在x小于x0的地方 fx是严格单调的 x大于x0的地方 fx也是严格单调的 对吧 我们说了 严格单调性 我拿不等于零就可以取 得出来了 现在我们说 唯一的零界点 出现在x0点 其他地方不等于零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 小于x0和大于x0的地方 都是严格单调的 单调性不变 但是跨过x0可能变 那么我们知道了 现在fx0是一个什么 严格的绩效值 那么很显然 也就是说 当x小于x0的时候 它应该是严格单调下降 是吧 单调性不变 x大于x0的时候 它应该是严格单调上升的 这就说明什么 fx0不仅仅是一个 极效值 而且它还是一个 最小值 是吧 所以fx0 还是一个最小值 所以关键一步在哪里 关键在这里 这个就通过这个w的这个定理来得出来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我们这本教材没有把这个w引力介绍一下 w引力如果你们看一看的话你们可以找找方启勤的本书 那本书有编写 以前有个老板呢 不知道新版的上面 有没有这个w的这个介绍 应该也是有的 因为这个定理还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张苏生这本书上没有介绍的 这样的话呢 大家明白几个事 第一个导书是有介绍定理的 第二个导书的导书可以间断 但是它的间断一定是什么 摆动的第二类间断点 所以对它这种间断 你们应该也是清楚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明了 它的这个极效值呢 它的这个极效值 第二个情况 关于最大值的证明完全是类似的 同理证明 不写了 下面呢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也很著名 也是书上的 就是费马最小作用量的 原理 这个呢 就是通过求极致的办法来证明或者去推导某些物理的原理 这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 就是光线 怎么走 比如说这是一个戒指一 这是戒指二 在这个一二里面呢放两点 这两点位置已知 这个是A1 这是A2 这两位置已知 位置已知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到这个戒指的这个距离是一致的 这是H1 这是H2 这是H2 那么这个距离呢是多少呢 是这个L 那么现在呢 我们知道折射定律 你从A1到A2的光线是走某条线的 对吧 走某条线 走某条线 在这个戒指一里面它是走直线的 在戒指二里面它也是走直线的 那么有个这么一个点 X 那么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 要求这个就求这个X 或者求这个α 这个P点吧 我们要求这个α 那么我们来看看已知什么 已知 已知在A1和A2的位置 A1和A2的位置我们就知道H1 H2 还有什么呢 这个长度 L 然后呢 还已知什么呢 它在戒指一里面走 戒指二里面走 戒指一里面的光束我知道 就是说戒指一中的光束 B1 C2 这就是戒指一中的光束 这个呢 戒指二中的光束 下面呢 我们要求这个光路 要求这个光路也就是求这个X 或者求这个α 就可以了 这个角呢 我们称为α1 这个角呢 我们称为α2 这是一个路射角 这是一个折射角 就求什么呢 求X 或者呢 α1和α2 求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要求它的话 它就要满足 所以要通过某个原理来求它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所有的光路中 所有的这个路径中 光路 就是光从A1到A2 所需时间最短 这个呢 就称为费马最小 这个作用原理 那么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 我这个所需时间最短 求出来的时候 求出来这个X 或者α 应该满足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呢 我们就称为费马 最好作用原理 好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A到P 这个距离 是根号下 H1的平方 加上X的平方 这是这段光路的长度 那么 P到A2的距离 是H2的平方 加上个L减X的平方 我们要求的求X 那么时间 在戒指一动的时间 就是A1P 比上C1 在戒指二动的时间 就是P A2 比上C2 这是所花的时间 那么按照这个费马 这个作用原理 也就是说 我这个光路 要使得这个时间最短 使得时间最短的话 那么我们求把导数试试看 就是T1PX 也就是我选这个X 使得这个T最小 那么T1PX 我们就对这个X求导呗 求导呗 就等于什么呢 C1分之1的X 比上更好下 H1平方 加上X平方 减掉 C2分之1的L减X 更好下 H2平方 加上L减X的平方 是吧 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来看看 很有意思 就是说T1PX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样求出来的极支点 是不是最小支点 这就我们要用前面的结论了 第一个T1P0 是等于0的 你把0带进去 你把0带进去 它就等于0 T1P0 小于0 说错了 小于0 这个是等于0的 这个是等于0的 T1P0 后面等于0 这个是等于0 是吧 这个东西联系不联系 我们不管它 所以它肯定有什么 肯定有建定理的 所以一定存在一个什么 一定存在一个X0 一定存在X0 使得T1PX0是等于0 所以零界点肯定是有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看它二界导数 我们前面可以用二界导数来判断一下 二界导数是什么 二界导数C分之1 H1的平方 H1平方 叫X平方的2分之3次方 加上C2之1的 H2平方 H2平方 加上1-X平方 这是二界导数 它二界导数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项都是大一定的 所以它严格大一定的 那么按照我们前面这个结论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零界点一定是它的什么 最小之点 因为二界导数是严格大于0 所以它也是唯一的 对吧 所以TX0是最小之点 最小之点 那么我们来看看 如果我们在某个X0处 取得这个最小之的 也就是说 我这个TX0是等于0了 TX0等于0 那么最像是什么 X0比上这个H1-X0的平方 就是X0-X0的平方 就是X0-X0比上这个长度 正好是什么 Sin α1对吧 所以 C分子Sin α1 就等于什么呢 就减掉这个C2分子Sin α1 这个是 这段是L减掉X 比上这个长度 所以就等于C2分子sinα2 所以sinα1比上sinα2就等于C1比上C2 两个光束之比 这个我们就称为相对的则色律 如果你把C换成真空中的光束 那就是一个绝对的则色律 就从真空中进去的 这就是一个则色律律 这就是物理学里面的很好的印度 这里面其实费马原理它的意义很 不是说光一个例子 它的意义很重大 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讲了几种求解根的方法 迭代的方法 对吧 二分法 讲过几种 两种 至少告诉大家 有两种求解Fx等于0的时候的值 费马原理其实是第三种 比如说我们要求Fx等于0的解 或者证明它有个解 或者证明它有个解 除了前面讲的两种方法 除了前面讲的两种方法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怎么办呢 假如可以找到 如果可以找到 找到什么东西 找到一个大的Fx 这个大Fx使得 大Fx的导数就等于小Fx 而且大Fx有个极值 极大或极小 极都行 当然了 你如果在开区间上 你也可以考虑 它如果有对值也行 大家想想 如果大Fx有个极值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大Fx在这个极值点的导数 就应该为0 是吧 比如说克里斯有个极值点 那么Fx就应该等于0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 Fx等于0 是吧 是不是这意思 好 大家想想看 是 我什么时候能判断 它有最大极大和极小 不从导数的角度来看 你们做过一道题 希腊课好像留给你们的 如果Fx是属于C 不无穷到正无穷 x去正无穷的时候 大Fx是等于正无穷 那么我们说 大Fx在上面一定有一个什么 最小值点 记得吗 所以大Fx在复无穷到正无穷上 有最小值点 假如大Fx是某个小Fx 它导数是某小Fx的话 那么我们就证明了 这小Fx是有一个解的 这个大家记得 在数学里面 其实这个原理 其实在物理学里面 是一个很普遍的原理 在物理学里面 我们称为变分原理 这个原理 反而比物理学里面的其他的原理 更加基本 大家不要把它小看成 非常麻 这个作用原理的光学里面的一个例子 其实现代物理学里面 几乎所有的基本原理 都可以用变分原理来表示 物理学最基本的东西 是一个变分原理 就现代物理学里面 不管是相对论的 量子力学的 常论的 全部是变分原理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假如一个质点 处于一个平衡状态 在某些 比如说某些弹簧 几根弹簧的作用下 它处于一个平衡状态了 那么 刘顿力学怎么写 刘顿力学就是合力等于0 对吧 是不是合力等于0 合力等于0 就相当于什么 这个 fx等于0 但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 编分原理来写 是什么意思 它的弹性适能处于 最小值或者最大值 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变分原理更加基本 知道吧 这个就是变分原理一个最古老的一个例子 那么这里到这样 就是说我们第一册的书讲完了 但是是这样的 就是讲到这个地方先终止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顺序跟它书上的顺序不一样 他们后面就讲那个积分了 我们不一样 我们先把微分通通讲完再讲积分 所以下节课是这样 下节课大家把第二册的书带来 我们把微分一起讲完了再讲积分 其实微分是一个更大的东西 积分的东西其实并不多 我们这本书积分的这种其实少 所以下一次课我们就开始讲这个 讲这个两个东西 科系中式定义和劳比达法则 然后再讲这个就是态度展开和凹凸性 讲完凹凸性这些东西之后 留灯迭代法之后 再回过头来再讲第一册 再讲积分 我们把微分讲干净 再讲这个积分 微分的东西其实这样 微分东西很多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的微分的东西不简单 说白了 我们讲导数是来研究函数的 并不是说让大家去做个计算 导数做个计算有什么好计算的 就了几个公式算一把就得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导数应用在这个 你分析这个函数的性质上面 那就丰富多彩了 所以导数是一个分析函数性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所以大家把这个主要的精力 划在这一部分 我们下半学期的重点就在这一部分 不在于计算 而在于用导数的半 去分析一些函数 特别是去挣一些不等式 好 今天课就到这里 下课